瑞士位于欧洲中心地带 周边多个国家和势力 为了争夺控制权 经常发生冲突 而瑞士长期以来一直采取中立政策 不参与外国冲突 但也意味着他可以对外提供军事服务 不受到政治干劳 瑞士有着悠久的军事传统 能战而不好战 士兵以其纪律和绝对忠诚出名 瑞士晋卫队最早是1506年 由教皇奴隶二世建立的 是为了保护教皇本人 及想要人物和属于教皇建筑的 雇佣兵组织甄选严格 必须是瑞士未婚天主教徒的男性公民 必须完成瑞士军队的基本训练 并能获得良好行为证书 年龄19岁至30岁之间 身高最少也要174公分 1527年罗马之戒中 瑞士晋卫队仅仅是有189人当职 用生命给教皇铺出了一条路 最后活下来的42个人 成功掩护教皇从密道吃离罗马 后来重检 直到今天都是范蒂冈的保护力量 以及仪式象征 法国也曾经与瑞士雇佣兵建立合约 组建了隶属法国的瑞士卫队 这支军队活跃在意大利战争中 也曾担任了护卫王室的任务 直到1874年 瑞士才颁布新宪法 禁止瑞士人以雇佣兵的身份为其他国家效力 但瑞士政府仍决定给予范蒂冈例外豁免 因为瑞士卫队是范蒂冈唯一的武装部队 若失去瑞士人兵源 罗马教廷无法独立获得任何有效保护 虽然英国的英王建卫队成立时间更早 但现在只是隆语与一世性质不对 教皇的瑞士建卫队成为最古老活跃的军事组织 从1506年至今 瑞士建卫队共有35名指挥官 并保护过51名教皇